更加疑点重重,孙安佐寄宿家庭被爆哄妈士肯角色,刷卡买子弹迪鹰子子自爆,他不可能不知情。 孙安佐事件居然又有新的突破。 一开始孙安佐声称没有买枪,只有子弹,但是现在警方却发现了他私藏了手枪和1600发子弹。 警长更说美国拥有枪支及子弹是合法没有错,但是他才18岁就可以上网买大量子弹及手自足手枪,我们当然认为他扫射校园几率甚大。 我依然认为我们阻止了一场灾难。 根据EC Today星光云报道,狄英与孙鹏已赴媚见到了孙安佐,一碰面时狄英立刻激动痛哭,为了救出儿子他们请来了一位资深律师。 据EC这位律师已帮上千名青少年脱罪过,警方受访透露一开始找不到枪支及子弹,是因为寄宿家庭一收获通报后,女主人把枪跟子弹装带藏到别处去,是现在调查才发现的心目症。 据调查孙安佐的Home Ma是一位律师,但是却住在低收入户区,警长都不结。 以他的家庭背景,怎么会住在这里?更之一他的Home Ma可能是职业性盈利组织,该寄宿家庭还有照顾其他的学生,即由收留国外交换生来赚钱。 购买大量武器迪鹰怎么不知情? 外界质疑狸鹰虫子给许多金元,狸鹰姐姐迪美表示,在美国几乎不用现金,安佐只要上网买东西,他爸妈都会知道,怎么会不合法。 透露孙安佐买任何东西都有证据,怎会不合法。 对此迪美澄清,安佐的寄宿家庭是在高级住宅区,很贵的,他读的是天主教学校,距离住处才5分钟,跟贫民区划分得十分清楚。 否认孙安佐居住在混乱贫民地区,且父母都有飞往美国视察过。 寄宿妈妈不简单。 让警方觉得诡异的是,孙安佐的宫妈是一位非洲裔名叫希伯特,身为律师的他明知孙安佐有藏枪及子弹,且涉嫌恐吓罪名,但却帮忙藏一军火武器。 警方觉得这不是一位律师会做出来的事情,虽然希伯特目前没有被逮捕,也发表了声明,但警方觉得疑点重重,案情不单纯。 助手调查后发现孙安佐寄宿家庭的地区,是连警长都摇头的麻烦地区,甚至被警察形容根本超级秒。 警长齐武德质疑希伯特没有尽到寄宿家庭的义务,甚至放任孙安佐囤积大量枪械,好奇当初究竟是谁前线,让孙安佐住到这个混乱的地区。 而孙安佐目前已被搜出了大量子弹及枪械,立枪支架,脚手工具,可以说年轻18岁但火力囤积惊人,也让警长直言孙安佐不是美国公民, 却能短时间内搜集到这么多武器,我们干嘛关心他?当然,他18岁。 他真的有问题。 他真的有问题。 狄英本名林妙希,后改名为林佳璇,台湾女演员,主持人,生于台湾,外省人第二代,祖籍中国浙江,曾参与歌仔戏,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演出。 歌仔戏演员迪梅是他的姐姐,也是引界迪鹰踏入歌仔戏界的贵人。 歌仔戏演出。